大家好,我是KC,今天我又不是介紹了什麼,我是想,不是開箱,這次不是開箱, 我發覺有一個問題,就是有些相機,或者有些塑膠用品,用舊了之後,或者沒有用一段時間, 你會發覺面頭的塑膠會黏手,很黏的,不知如何,我發覺原來有一個舊機, 真的買了很久,這些都發黃,超級舊的,這部是非音相機, 這部機呢,因為擠得久,它又有些膠包著它,然後它會黏黏黏, 好像這個,黏實了,黏實了,很難搞黏黏,不知如何, 我今天想說一下,我怎樣去清潔,就是用什麼方法去清潔這些黏著的膠, 其實這個方法都很簡單,很多人都有的,不需要特別花太多錢,或者甚至花錢都不是花很多, 那這部機呢,很多人都黏著,黏著,黏實了, 那,好,讓我拿一張紙巾,那這個紙巾呢,因為紙巾呢,更容易看一些, 好像這些這樣,黏著呢,雙手很不舒服, 但大家其實都嘗試看,雙手很不舒服, 阿什麽要有什麼東西都說,有什麼東西都會黏, 那些紙巾呢,就會黏著大紙巾, 那那我用什麼呢,很簡單, 一瓶,一瓶,這瓶子, 那些瓶子是什麼呢,很多人家裡有的, 它叫做梳打粉, 我用梳打粉就開了一瓶水 我們專門去清除這些環固污漬的就最好 另外還有一把啫喱 這些啫喱好像一些膠 經常會黏黏黏的 你看看這些位置 全都黏黏的 很酸 有黏黏的 那要怎麼做呢 都是用這些 很簡單 那我呢 就用這隻 用這隻梳打粉 馬上去買 這是食用梳打 很簡單的 倒出來 用這隻梳打粉 沾濕了 之後呢 就在黏的地方 就搓 那你搓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黏 黏實的 黏實的 你自己的手感覺到 那你一路搓 搓幾下之後呢 你會覺得 開始爽 那些膠質很容易去 還有 做完之後呢 那麽又不可以說我身是一樣的 那麽就很乾淨 即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和這些位置是差很遠 這些位置那麼粗糙就沒所謂了 那麽已經完成了幾分鐘 一、兩分鐘已經完成了 那麽已經完成了 那麽好了 相機那麽又如何呢 那通常我們相機 大家都會很保養 那麽呢 那麽呢 如果那些皮子生過的黏液 那麽呢 你通常呢 就很難摸 那麽這個方法呢 亦都很簡單 可以蓋上去 在那麽呢 那麽 蛋糕 那麽 蛋糕 那麽呢 那麽 哪麽呢 那麽呢 幾分鐘之後你會發覺它會有很大分別 這個是在尺寸之前 這是在尺寸之下 這裡已經是橫一橫 這裡還是立手的 這些皮的保養 其實這些很大的成分都是膠 就不是什麼蒙皮那些 如果是皮的話 要用皮的水去抹 那些就貴一些 現在很少 通常用假蒙皮 可以用這些方法去清潔 是很容易 很快就可以清潔 今天去開那個位置 很多人在唱歌 不是屯門 我不是住屯門 是有人在練歌 我沒有辦法 變成要找一個地方 好 這裏開始有人來玩 這裏就是球場 這些什麼石 我現在這張是石乒乓球桌 待會做完之後我再拍一個環境給大家看 這裏已經很少有石乒乓球桌 好的 現在 puedes用雜ero桌 那個盒子 等到弱子 好 好 又可以給大家看 還要不要 Kardash 其實這台機 我家不值得借 Miss 這個ー ACE イ sets 都blan 來看 凱方 一些 小的 但是明星鏡頭 我弄完後,我也要借鏡子再試試相機,看看能不能 Nikon,我真的極少用 我借用一部傻瓜機,這麼久 我那時用Canon,飛音機我也有Canon 遲些我開始,我想做幾輯,用飛音機拍照 我用什麼飛音機拍照,我手上用什麼飛音機拍照 拍出來會怎樣呢? 玩一下夢,因為都很久沒拿出來拍照 很久沒拍飛音 因為現在的飛音機,一來自己沖 除了自己沖之外,現在出去沖 真的貴了很多 我以前玩的時候,好像20多元沖一部飛音機 現在是要三、四十元先沖一部飛音機 如果你是沖彩色,或者沖一些特別的飛音機,就更貴 我試過看過,買一部飛音機 我看蟲,賣同Slide飛音機 所以沖的差不多要100元 那當然有點便宜 但沖... 好像五、六十元一部 是很貴 很誇張 好了,很快的 現在多少分鐘? 我錄了九分鐘 差不多已經清完了 已經是不黏了 其實最黏的就是這個位 因為這個位置有比較坑的位置 比較爛滑 其實一瓶這樣 已經可以洗很多東西 其實這個是雀巢的 那種叫什麼 什麼茶?什麼咖啡呢? 我忘記了那個名字 挺好喝的,也很少 也挺淡 喝光了 好了,說這麼快就已經清潔完了 那種黏黏稠稠的 就抹走 其實我覺得 梳打粉 有很多用具 清潔是很理想的 又不貴 就算買盒子 也是有限錢 又可以食用的 即是你可以拿回去吃的 好,完成了 而且還可以買賣 好,就算買了 我來買賣 好,吃吧 我來買賣 好,我來買賣 我們先試一下,這要載到哪位都立 今天很簡單 適逢其活有這樣的情況 故意拍片幾十分鐘左右 就已經拍完 我現在這個呢,是即轉裡面 即是這個邊,邊位還有一點 要慢慢抓 好了,今天就講到這麼多 已經拍完了,多謝大家收看 那我遲些拍了片的那些,再拍片相機的那些 還有用什麼片拍呢 有些我有記憶,有些沒有記憶 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些資料出來 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好,今天就講到這麼多 好,拜拜 我們呢,就是這裡 這個呢,乒乓波台 石的 那,用的工具就夠了 那這裡剛剛有人來打球 這裡沒有那麼多車聲 但是這裡始終很多人來玩 剛才有人在這裡放狗 那就... 好了 真是拜拜 好,拜拜